三大龙头之一的SM娱乐 就运用AR等等的科技 推出了线上付费的演唱会 像是Super Junior的成员始源 就变身了超大型的巨人冲出荧幕 一人表演结合实境的特效 带给歌迷高科技享受 韩团Super Junior八位成员帅气登台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改开线上演唱会 不论服装 舞台及表演内容 全都是精心准备 还利用视讯方式跟幸运粉丝们远端互动 此外他们还利用了新科技 除了利用AR扩增实境效果 观众收看时能见到许多酷炫的 虚拟舞台陈设 中途成员们站在舞台上 动张希望在找人 没想到始源竟然从后方大荧幕里蹦出来 化身成12公尺高的巨人 把成员们吓到跌坐在地上 其实这是结合3D及AR等技术 由南韩SK电信幕后操刀 首次呈现的3D混合实境效果 为演唱会增添许多乐趣看点 事实上他们所属的SM娱乐 为了因应疫情 与南韩入口网站龙头NEVER 携手推出线上付费演唱会串流服务 由团体SuperM打头阵 曾让虚拟的老虎穿梭于舞台 当时就让各界十分惊艳 SM娱乐一系列男团 接连举办线上演唱会 公司靠着科技齐招在疫情中杀出重围 光是门票收入就高达约200亿韩元 折合台币约5.3亿元 就连蜂蜜全球的防弹少年团 也采取类似策略 防弹少年团4月时免费在线上播放 过去演唱会的实况 也宣布将于6月14号举办线上付费演唱会 预计会吸引全球歌迷购票 收益想必也同样可观 这种随着疫情衍生出的新形态演出模式 正在娱乐圈吹起一波风潮 记者孙培芳报导